然後我們要教的東西是有關於質量的測量 測量的質量 這是標準 目前 聽說今年要開會要改 因為它現在還是必須要靠一個 切切實實的實體 就它 薄液合金金屬原柱 它叫一公斤 它如果生鏽了 一公斤就變了 一公斤的質量就變了 它如果少在一塊一公斤 原本沒有變了 然後更加拿過去複製啊什麼的 會有誤差 所以現在想把它改成 能不能不要用這個 用那個類似那種什麼光炮柱的那種 不過還沒有確定 譬如說今年想要開會 看看要不要把它改過來 尤其這幾年就會確定好 但是目前為它 目前為這支 薄液合金金屬原 它叫一公斤 然後這一樣 看一看就好 國中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用公斤跟公克 國二的考卷題目幾乎都用公克 國三的考試題目 用的幾乎都是公斤 國中是公斤 國中是公斤 公斤公克 然後看看你就欣賞一下 那公斤啊 豪客比較少出現 看一下 欣賞一下 知道怎麼回事 什麼去量 天秤 天秤有很多種 上米天秤 等地天秤 山梁天秤 你在實驗室用到的幾乎都是上米天秤 用天秤 用天秤去量質量 天秤相等的時候 其實不是質量相同 是力舉相同 可是我們還沒有教力舉 我們國三上學期才會教力舉 我們到時候要跟各位說 什麼叫做力舉 什麼叫力舉 它其實不是質量相同 是左右邊的力舉相同 那我們測質量用天秤 停車站借問 測重量用什麼挖勾 我們古時候教過 我們二年級下學期的時候教過 我們測那個用什麼玩樂 我們請No.2叫做13號 測重量用什麼儀器 不要說大象 我們只要測砝碼就可以了 三個字 彈簧秤對啦 不要緊張 就這麼簡單 就彈簧秤 當然重點不是用彈簧秤秤 是彈簧秤用什麼原理 古刻定律 請你回家自己再看看 啥叫做古刻定律 然後可以來秤重量 好來 天秤的使用第一步歸零 其實任何儀器的使用步驟 第一步都是歸零 把它從頭開始做 天秤是用一個校準螺絲 旋轉校準螺絲 旋入或旋出向左或向右 讓它那個左右兩邊 然後指針會指在中間 或者是左右擺動的幅度一樣大 那就表示就OK了 有人會問你那個校準螺絲要向內移還是向外移 向左還是向右 先請你看清楚那個指針朝上還是朝下 因為指針向右邊偏 可是指針朝上向右還是朝下向右 表示哪邊比較重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如果是朝上向右邊偏什麼意思 右邊比較重 可是如果朝下向右邊偏什麼意思 是左邊比較重 所以調的方向會不一樣 所以先請你看清楚 那個指針朝上還是朝下 然後知道哪邊比較重 那再來決定螺絲要向裡面跑 就向外面跑 然後 帶側物放左盤 法碼放右盤 我跟你們說過了 我們用的上米肩平左右顛倒是沒問題的 但是如果有起碼就不可以顛倒 因為起碼的質量 你就是放在右盤上 所以不可以弄錯 所以養成好習慣 代側物放左邊 法碼放右邊 然後呢 量到又再度平衡之後 法碼的質量相加就是你所量出來的結果 量出來的結果 OK 很簡單 然後呢 三良天平是沒有起碼 對不起 沒有法碼 它只有起碼 你看移動的起碼 這個是10 20 30 40 移到20 你表示這是20公克 12 3 4 5 6 7 移到6表就是6公克 移動它的這個起碼來量的 通常呢 我們在等壁天平上會出現的起碼 通常是0.1公克 但是不一定 你要看題目怎麼寫 題目可能出來是1公克也說不定 所以看題目怎麼寫 原則上我們平常用的是0.1公克 最小命 那如果使用一個 如果你要撐涼化學藥品 不要讓藥品直接接觸天平 所以你要放撐涼子 所以歸零的時候 是要先把撐涼子放上去 再來做歸零 再來做歸零 不要讓我們的直接放藥品去接觸了天平 怕去損害到天平啊 然後呢 我們平常量東西的時候是 東西放在左邊 在右邊開始加砝碼 可是如果是要量藥品會倒過來做 我請你取5公克的碳酸幹 你是先在右邊放5公克砝碼 再開始往左邊開始加藥品 加到兩個平衡為止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5公克裸得多少 所以你是先放砝碼 然後再放藥品 讓它兩邊平了 讓它兩邊平了 不要坐黃這樣 然後呢 重的東西擺在中間 重的東西擺在中間 讓它不會晃來晃去啊 搖來搖去啊 搖來搖去 東西就即將其中間在中間 然後呢 拿我們的砝碼的時候要用鑷子去拿 不要用你那個奶油桂花手去拿 怕它會生鏽 它會生鏽 會改變它應該有的質量 所以拿鑷子去移動我們的砝碼 好 取肉 這是一個重點 任何地方 只要你能夠用天平去量質量的地方 量出來的結果 通通一樣 所以在月球上量 在地球的高山上量 在地球的海底量 答案通通都是一樣的 除非那個地方不能夠用天平量質量 失重狀態 環繞者地球運行的太空船上面 屬於失重狀態 那個你放1公克它不會彎下來 放10公克它還是不會彎下來 你只要買它都不會彎下來 那就沒有用 所以失重的話要不能量 那就沒什麼好講 如果可以量 各數的結果都一樣 就是要告訴我們一個重點 叫做質量不會變 東西的質量是一個定值 到處都一樣不會改變 不會改變 就是我們要曉得那個重點 所以各處的測量結果 都是一樣的 這就是我們有關於天平 來測量質量的部分 可以嗎 可以